大家好 又出大事了啊 最好的 我个人最喜欢的造谣传谣的由头 造谣传谣的故事 精彩的故事 搜的也要蹭到我的面前来了啊 所以我必须要把它hold住 跟大家搞一切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最讨厌的就是那些知识分子 完了以后出卖良心 完了以后啥事都敢干 什么话都敢说 前两天我看到有人又说了李道奎 说这个李道奎 有人问他说李老师 李教授 李大师 李博士 李委员 你怎么看待中国人的这个穷人的问题啊 你怎么看待中国和美国的穷人的差距问题啊 然后他丢了一句 他说在中国我找了这么多年 我找不到名副其实的穷人 中国人个个都有钱嘛 找不到名副其实的穷人 这种人呢就是 就给他把他的嘴巴给他敲开了以后 给他灌一桶大粪你知道吗 让他自己去巴唧巴唧巴唧去啊 但是今天不骂你倒亏啊 这种人太太low了啊 关键是名声不大 我们骂一个更大的知识分子啊 这个就是大家人精皆知的啊 人人都想骂一嘴的钟南山 钟大师啊 他关键有一个特别大的头衔 除了是卫生的头豪专家 哎呀他在中国的这个公共言论市场 从2003年 那个非典开始就抱得大名 一直就红了这么多年 哎呦像我们这些个在北京 我们看见另外一个的真正的中国人的良知知识分子 真的蒋炎勇蒋老师 真是每次看见钟南山 我就立马浮现出蒋老师的那个样子 真的人面不在不知道在哪里 真的是特别想念蒋老师蒋先生啊 那才人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 这个钟南山就是老骗子 老骗子大骗子啊 说今天钟南山身上有几个什么事呢 我们先一字不拉的啊 把这个谣言传播一下 今儿个啊中共的领导人啊 正二八经的领导人啊下令了 这个领导人肯定不是习近平 也不知道是不是他 反正是领导人没说啊 语焉不响也 说下来死命令 首先是冻结了钟南山儿子的公司多少钱呢 4000亿人民币啊 说过去这几年啊 三年多钟南山靠这个武汉病毒 赚了好多好多钱4000亿 但是有趣的是这4000亿公司 这4000亿的钱还趴在钟南山的账户上面 没走 他的公司 他儿子的公司的账户上面啊 这个东西很有趣的 共产党做事情呢 挺阴损的啊 且听我是跟大家慢慢的分解啊 其他说还有一个公司就是 其实有点这个语言不详 其实就是我知道就是那个科兴公司 冻结了1万亿 那比钟南山的更多 明白了吧 哎更多 当然了还有内似的小不拉致的公司 有21家都是在这个核酸检测 疫苗这个问题上专重的 有20好几家公司 排第一的是科兴公司 摸现动了1万亿 排第二的是钟南山的这个公司 儿子的公司动了4000亿 哎呀其中还有一个人的名字 更是俘虏皆知 是赵本山赵老师好久不见他了啊 想念脑人家 赵本山赵老师说也冻结了100亿资金 赵老师是哪根葱啊 是不是赵老师是为什么这会儿又躺着中枪啊 不是他的故事不是都已经过去了吗 怎么又把他的100亿的资金给动了 是不是说明儿个还要动 动32家公司的资金 所以说这就是他们说全国的世界就是 习包子主持大局啊 亲自领导亲自部署亲自抓亲自管亲自撸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卫将委啊全国操盘 卫将委这个这不是好东西啊 他们说最近抓了好多个省的卫将委的 从县里面的卫将委的主任到这个国家的啊 卫将委的每个省的卫将委的主任 好多人都见下了啊 卫将委在中间就是执行细胞子的命令 完了以后第三步啊就是这些个公司啊 这些个什么科兴公司 钟南山的儿子的公司 难道赵本山的公司也赚核算的钱吗 我表示存疑啊表示存疑 不过很难说啊 赵本山是有很很深的路子 为什么赵本山有很深的路子呢 是因为赵本山的那个东西啊 他就是什么呢 他又不敢讽刺官员啊 是不是 他又不敢讽刺知识分子啊 他也不敢讽刺民心 他又讽刺残疾人 特别臭不了脸啊 你说你说卖拐 其实你是讽刺残疾人啊 是不是 你说这个什么什么游击队 你是讽刺那些弱势群体啊 你有本事讽刺当官呗 就是那种低俗的啊 二人传的东西啊 这就是东北的那个东西 他就是俗俗俗俗俗 俗的呢就是就是一刨狗屎 但是共产党的官员他就喜欢这些东西 我说过无数字的啊 共产党的官员 在文化文艺方面啊 艺术方面 他的天花板就是赵本山啊 共产党的官员对女人的这个把玩的方面 他的天花板也就是什么 又彭丽媛这种这个唱唱了几句歌 大字都不认识的啊 都是一些个没有文化的 死没有文化的啊 就是有点知名度啊 有点这个脂肪堆积的比较多 完了再加上唱歌唱的还有点知名度 就这样 所以我就有情的奉劝你们家养孩子啊 一般的意义上不要让自己的孩子在中国搞什么呢 搞什么体育 还有什么就是文艺加体育吧 唱歌呀演电影啊 学音乐啊都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东西啊 他就是所谓的童子宫 他从小就是你把小孩就逼到体育之路 逼到演艺之路 逼到这个音乐的专业之路 然后呢 完了以后逼到这个什么表演之路 他就没有好好地读几本书 他的价值观 他的文化方面就是 您就是一文盲 手上功夫是挺好的 但是是一文盲 人最终还是要靠你的价值观支持你往前走 否则的你应勾你会翻船的 赵本山就属于那种死没有王话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赵本山的价值和彭丽媛这种 赵本山的媚俗的价值和这个彭丽媛的这个肉多的价值 它是同一种价值 不扯远了啊 我们讲钟南山 钟南山这个人是什么人呢 你想想 他席包子给他搬了一个共和国的卫士 现在看起来共和国的勋章 那在过去的属于什么 那属于这个黄马卦 就是皇帝给你搬了一个黄马卦 你这个家族我跟你说 从此以后就免死的金牌 谁也不敢动你 这个很有意思的 钟南山有了这么一个共和国的勋章以后 那叫做一个勇往之前 一通乱搞 赚的好多好多钱 他已经完全不管不顾了 你说八十多岁的一个这么一个老东西 他妈妈还是共产党搞死的 完了以后他就出卖他妈妈的灵魂 然后自己就跟共产党勾搭在一块 有种人这种人是人吧 但是他跟细胞子就有共同的理想 细胞子也是 细胞子的爹妈被共产党整得要死 细胞子自己也被共产党整得要死 结果反过来 他跟细胞跟共产党搞得挺精进的 钟南山也是这样 这帮家伙围了权 围了钱 他可以随时出卖良知 随时出卖良心 随时出卖自己的历史 真的 你说钟南山是个什么什么东西 现在有点明白了 所以今天这个谣言一定要转 一定要评 一定要转载 大家多转载 为什么呢 钟南山这个人 他其实是很有争议的 因为他作为一个科学家 他没有任何的科学的成果 他有什么呢 你说袁东平 你骂他 袁东平好歹还搞出一个杂交水道 是吧 你说钟南山有什么呢 钟南山就是什么 莲花青纹胶囊吗 是吧 口腹叶吗 这不是开玩笑吗 是不是 凭什么他是一个共和国的卫士 他有什么贡献呢 那没有啊 你说搞个别的人也害怕了 是不是 现在有点明白了 就钟南山和细胞子 两个人勾搭 勾搭在一块 完了以后就是 就是钟南山啊 你帮我去赚钱 完了以后呢 我帮你呢 就是撑腰 使劲录 录完了以后 咱就退休去去海外养老去 就这种说法 所以钟南山是最坏最坏的啊 所以有人就不大相信 说钟南山家里公司赚了这么多钱 这算少的4000亿啊 两三年过去了 真的 他们随随便便 我准确的数字 他们说啊 就是钟南山刚一开始 他的这个莲花青温这个这个口服业 出口到北欧 什么瑞典的瑞士啊 米尼石啊 河南这种国家 光这比出口的都赚了至少1000亿 后来外国人突然有点明白了 就你这个压东西啥都不是 然后才拒绝 这个生意都断掉了 没有了 他在国外赚不了钱了 然后就开始杀回国内 忽悠细胞子 搞这种各种东西 搞核酸检测 然后继续靠这个赚钱 你说钟南山这些年是不是各种姿势 他就跟习包子关系搞得好 这会儿终于 我觉得啊 这帮孙子死气到了 我完全相信这不是一个谣言 真的就冻结了 因为你赚钱赚的太难看了 最后结果是个什么情况呢 就习包子家里赚到的钱 肯定就出息就出去了 这是没办法的 人家习主席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这赚太再多的钱 那也是应该的 人家是身份在哪儿 你把他拿他没办法 但是钟南山就难说咯 你以为你有共和国的勋章 你就万无一世吗 你就是真实免紫金牌 你个大爷 你那个老代 猪老代老东西啊 随时拿人头一用 为共产党积齐 捍卫共产党的统治 加固共产党领导基础 我跟你说 你这个老代有点用 这就说到这个共产党的历史 中国人的历史 就讲胡雪岩嘛 胡雪岩当时皇上不是 他身边 他不是有很多个朝廷的命官吗 都是大官是吧 都是他的这个公司的股东 完了以后他觉得整个朝廷都搞定了 那帮孙子就忽悠这个皇上啊 忽悠这个慈禧 忽悠这个皇上 就是给这个叫做什么 胡雪岩就搬了一个什么 皇马瓜 哎呦 那个快马加鞭 然后一气绝成 一击绝成 不念不念错字了啊 然后一路向南奔向杭州 哎呦呦 那个时候胡雪岩病在床上 有人跟他通报啊 说老人家啊 这个我们的皇马瓜正在路上啊 高兴得很 把所有的姑娘美女都拿都叫出来 哎呦 英格厌恶 夜夜欢腾 准备应接这个皇马瓜的到来 结果皇马瓜还没到 后面的第二道圣旨又来了 什么呢 啊 这个朝廷派的人呢 你要取这个胡雪岩的人头啊 是不是 这个国家搞成这样 胡雪岩有很大的关系啊 要把他杀了 那要 一定要把他一个人头提到北京 皇上要见上见上 这一道一道这个圣旨又下发 这时候又有人给胡雪岩又通报 说先生大事不好啊 皇上的第二道命令来了 要取你的人头啊 有 胡雪岩知道自己啊 前面的皇马瓜还没到 后面的杀他的人头的这个圣旨又到了 然后在床上就瞎的就撂裤子 就吓死了 胡雪岩是吓死的 这是真的啊 所以有两道圣旨 前面一道是皇马瓜 后面一道是绝杀令啊 同时奔向胡雪岩 结果就是被吓死了 我跟你说 你钟南山里有一个 所谓的这个共和国的勋章 有个暖用我跟你说 而且最搞笑的是 你的钱没出去啊 我的一些哥们说 哎呦 你如果共产党做事情可狡猾了 你如果真有路子 你像科兴公司 他只有多多少钱 一千亿 他们过去几年赚了两万 一万亿 过去就赚了两万亿 你想想他有一万亿都已经转出去了 现在只有一千亿在国内 他还是赚了呀 为什么呀 人家是合资公司 人家是香港公司 人家是澳门公司 人家甚至是台湾公司 是澳洲公司 早就钱就转走了 都是给洗包子粘得挺紧的 所以你动他 追着动二分之一动一半 你钟南山就没有这个待遇 你有钱 你放在你的账上 有什么用呢 我说无数次在中国 你的钱只要没有出中国的大门 你的钱就是共产党的 随时随地 一个电话过来 请你交出来 你敢不交吗 弄死你呀 所以这个赵本山也是 你有那么多钱怎么不出去呢 是不是 我知道他出不去 不出不去也要做个出去的准备呀 你这么在中国待着 有你的日子过吗 哎呦 活该 我跟你说 钟南山我最希望的 这个看到的消息就是 有一天钟南山被当成一个什么罪犯 压伤刑场 立马枪决 绝不手软 从重从快 这些词用到他的身上 我觉得中国就还有点意思了 至于赵本山老师 有一句说一句 他就是一个艺术家 就是一个有点低俗的艺术家 低俗不是错 咱造谣传扬一样的低俗 是不是 咱不要装高大上 低俗不是问题 共产党那样的装逼犯的国家 你就是应该低俗 你搞那些高大上的干嘛 我最受不了江主席 你统治这么一个低俗的国家 你在那里跟我这个标音语 跟我这个搞什么古典音乐 你懂个什么的古典音乐 你开什么国际玩笑 是不是 你也应该低俗点 哎 我觉得他摸着这个宋总英的小手 看着这个赵本山的二人传 然后口水流着哈拉的 这个比较有中国特色 这是中国共产党应该要拥有的美学风格 谢谢